政府連續兩年加煙草稅後 控煙酒辦說 戒煙熱線的來電上升近四倍 未來會加強針灸戒煙 也會打擊在屋邨派發煙草產品宣傳單張 煙草稅連加兩年 對於鼓勵煙民戒煙有多大作用呢 衛生署控煙酒辦說 上個月底財政預算案加稅後第一個星期 戒煙熱線接駁的來電有三個月之前 每星期平均來電升大約3.8倍 而去年使用戒煙服務的市民 也按年增加1.7倍 控煙酒辦說 近年不少女性和長者會選擇用針灸戒煙 計劃增加這方面的戒煙服務 例如說可否有多點點 多點流動的中醫戒煙診所 可以提供到中醫針灸戒煙這方面 等到多點人士可以受惠 都會和鳳鳴活營辦商 和國家的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 希望制定關於香港適用的 一個中醫針灸戒煙的臨床實務指引 令香港的中醫可以有多一點培訓 要降低吸煙率 另一個辦法是減少市民 接收到相關的宣傳資訊 控煙酒辦說上年接駁近1,100宗派發煙草產品傳單的投訴 已經加強打擊相關行為 包括聯同警方和房屋處 在超過50個公共屋村高姿態巡邏 並且聯同海關派員埋伏 上個星期三在觀塘安達村接位一個派相關傳單的14歲男童 較為罕見 但要成功檢控也不是意思 他去派發這些宣傳單張的時間很短 而我們去反應的時間 未必有那麼短時間可以作出反應 而在法例上 管有或攜帶這些宣傳單張 未必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檢控得到 控煙酒辦又說會繼續加強打擊派發煙草產品廣告的行為 如果發現網上平台有相關的廣告 會要求平台移除 以導致年輕人購買香煙的渠道 《保鮮電》自記者 彭榮熙 報導 請不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